高雄琳雅區 那琳雅區這邊有一個 是賣傳統的那一種 就是南部特有的那種白糖粿 就是白糖粿 還有它旁邊也有一間就是 在地也是很多料多實在 然後價格又便宜的烏龍麵 那我看它有那個什麼絲瓜 鋪得滿滿的加蛤蜊 看起來也不錯 所以我兩間都拍給大家 而且你看一半絲瓜一半是超大的 超大的蛤蜊 你看絲瓜真的看起來超新鮮的 你看它超便宜的13塊 連蘿蔔糕也是13塊 哇都冒煙了 哇這家好好吃喔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比如屋 今天我們在高雄 高雄的第二天 高雄真的算 天氣真的比台北好太多了 雖然是寒流 但是至少還撐得住 而且是乾的 對那天氣這麼冷 我們這一次的話 現在是到了高雄琳雅區 那琳雅區這邊有一個 自強夜市它附近 它晚上是自強夜市 那早上的話 我們現在中午我們找了一間 我們找兩間來拍啦 一間是賣傳統的那一種 就是南部特有的那種 黑白糖糕 就是北糖粿 對北糖粿那個我們北部沒看過 然後我想要來拍拍看 那一間好像評價不錯 還有它旁邊也有一間就是 在地也是一個賣那種烏龍麵 然後就是很多料多實在 然後價格又便宜的烏龍麵 那我看它有那個什麼絲瓜 鋪得滿滿的加蛤蜊 看起來也不錯 所以我兩間都拍給大家 等一下大家來看一下喔 走路 喔這個就八五大樓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第一間 我們現在都有點餓 我們就先吃那個烏龍麵 就是這一間 表神傳 因為它這邊離這邊那個八五大樓很近 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這邊過去的話就是那個 等一下我們要拍的北糖粿 然後旁邊就是 號稱高雄最便宜的夜市 自強夜市在這裡 哇 哇 欸真的超棒的耶 這個應該這真的是那種就是那種很 我覺得看起來是那種很健康很鮮的感覺 而且你看一半絲瓜一半是超大的 超大的蛤蜊 要看我們到面 早上天冷吃這個馬上整個就是溫暖清 絲瓜的那個鮮味跟蛤蜊 天啊 它還是有柴魚 為什麼聞到有柴魚 柴魚香 柴魚香嗎 當然甚至甜到 我都懷疑它是不是有加 有加味精喔 有嗎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超鮮的 老闆就是主打不加味精 超級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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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顆的 拿起來 好吃 這個蛤蜊好鮮喔 鮮喔 絲瓜咧 這個真的看絲瓜 它絲瓜真的看起來超新鮮的耶 很少有看到真的是烏龍是配絲瓜 對啊 它是把絲瓜蛤蜊做成烏龍麵圍 對啊 還有烏龍麵 ách烏龍麵在哪裡 LinkedIn 我要撈一下 看起來超Q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及格嗎 不是 我很討厭吃烏龍麵的人 它麵好Q喔 是Q的 我愛他 他的烏龍麵不可以解釋 你可以解釋 OKOK 那算很厲害 他肉超多的 他滿滿都是耶 滿滿的絲瓜跟蛤蜊 然後還有烏龍麵超多的 我尬他的 炒烏龍麵 而且我剛才看他炒烏龍麵 他有點類似勾芡 所以他有點勾勾 而且有那種烏醋的味道 因為他肉 你看他的菜很多耶 他有這種豬肉嘛 然後蛤蜊 魚板 然後蛋 還有一個愛心的蝦子 你看手打的 你看手打的 這麽超Q 這好吃 他是鹹味可是他比較偏甜 然後他甜中間又帶一點烏醋的酸 超讚的 他有一點高麗菜所以有那個甜味 超Q 我敢說不輸 玩叉字面 他真的超Q的 欸好吃耶 這個才一個才多少錢 所以你剛才那個才多少 你剛才這個才119 你剛才這個才119 是喔 對啊 你剛才這個絲瓜這樣才119 100 不要再見 119 20塊都不到 哇 超鮮的 超鮮的 這是外面那個餐廳那個 湯的那種等級 好不好 來 那我來吃看看他的這個 蛤蜊 好吃 掌水泡的蛤蜊 哈哈 沖水泡的蛤蜊 欸他烏龍麵我很喜歡 很Q耶 對 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回台北可以帶一個烏龍麵 超Q的 欸 我們剛剛再加點一個 他的這個店內招牌海鮮湯烏龍 你看 他幾隻 三隻蝦 然後還有魚片 魚片 然後超大的蛤蜊 高麗菜 蛋 加上烏龍 這樣子一個還不到150 這個湯一定更鹹 全部都海鮮的味道 可以 來來換我 哇 哇 喔 喔 喔 真的很棒 而且他那個喝起來就是甜 但是他不是味精 你就吃起來我嘴巴完全不是乾的那種 對 然後換你來吃吃看這個 魚肉 魚好吃耶 對魚好吃耶 他不是他不會有那個唱臭味耶 因為他的魚是有口感的 他是肉質 對他肉質是有纖維那種彈性的 嗯 那這一家的話 等一下我們會先把這兩個吃完 然後這個把它打包 帶回去台北煮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旁邊拍他的那個 有一個北藤粿的那個 下午茶 他算是點心吧 對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喔 那店家資訊我會放在影片底下喔 來我們要來拍第二間 這邊在地 很有名的北藤粿 你看他還沒開店 他現在已經在排隊 正牌的白糖果 他超便宜的耶 13塊 連蘿蔔糕也是13塊 我們沒有買到其他的那個 那種口味 因為他們剛開店就是先賣這個 哇 北藤粿 哇 他好像聞起來是白糖跟 花生 很燙 很燙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所以比之前我們吃的那個 還有記憶點 不一樣耶 好好吃喔 我們之前是在台中吃的吧 我們之前在別的地方吃北藤粿 比較沒有什麼記憶點 可是這個人真的超多的耶 這個是芝麻口味的 喔 哇 這一家好好吃喔 而且他變芝麻以後剁了那個 芝麻的那個香去 對 他外皮炸的超酥脆 可是不會覺得油 不油 然後裡面是 麻糬的感覺 然後 主要是他那個外皮加上那個糖粉 一絕耶 不會太甜 一開始我會覺得 好甜 可是後來馬上又被他的那個 芝麻跟那個麻糬沖掉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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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排在台肉堂 拉起來拉起來 哇都冒煙了 好今天這兩間的話 他是在 林亞區自強夜市 旁邊 烏龍麵 六Q肉堂 這個也是六Q肉堂 兩個超好吃的 介紹給你們 那我會把店家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如果你們也有想要介紹的食物 不管是從早餐到宵夜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講喔 那說不定改天你就會看到你介紹的我們拿去拍囉 掰掰